请听小说 仙逆第1426章 江礼 斯墨子离取了 林洛大司与其一同在亡灵的目光下离开了大地心 远远的不见了身影 这一战没有结果 出乎了此地所有修士的预料 就连老朱雀也是没有想到 但以其强悍的修为却是隐隐地看出了一些什么 尽管如此 但却并不妨碍王林的威名在这颠落之地的崛起 在这数万修士的眼中 仅仅是方才的那一幕幕交战 就足以让他们把王林看成能与第三部大能对抗的强者 洛生会了长老之选被中断至现在也开始了继续 只不过这一切与王林已经没有了任何关联 颠落之地内 刘金彪与徐利国所在的那颗蛮荒星 也在这段时间中被火雀族之人仔仔细细地搜寻了一遍 对于火雀族来说 大地心上举行的试炼是他们极妙的机会 在那仔细地搜寻之下 火雀族之人找到了隐藏在那蛮荒星最深处 闭关土纳的刘金彪与其守护之灵许利国 一番恶战 刘金彪被秦秘密密地送出了颠落之地 与外围的火雀族老祖会合 刘金彪一路面色阴沉一语不发 但在其身上却是有股一代宗师的气势 更是有那种长期掌握大权 一语就可万人灭杀的无形之危 在颠落之地外的太古星辰内 当刘金彪被火雀族族人带出之后 那始终在外小心谨慎地不敢踏入半步的火雀族老祖 却是眼中顿时就有狂喜之色闪烁 他身子向前一步迈去 不看火雀族族人的拜见 右手抬起化作一片火焰 直接拍向刘金彪 刘金彪神色没有半点慌乱 透出无尽沧桑 冷冷地盯着那临近的火雀族老祖 他这平静的目光 落在那火雀族老祖眼中 却是让这老祖心神一震 应该错不了 这种欺世与威亚 唯有常年居高位者才有 此人若真是朱雀 就该如此 冷亨当中 这老祖右手轰然就落在了刘金彪身上 其火焰之力骤然冲入刘金彪体内 一顿横扫之后却是眉头一皱 火雀小族 在老父重伤闭关未遇之时偷袭 如你等仙祖一样跳梁小丑而已 刘金彪冷笑开口 那火雀族老者目光一闪 内心疑惑有所消散 他之前观察之下 发现对方体内火焰之力不多 此刻听闻此话 还不能完全消散疑惑 右手抬起一挥 顿时刘金彪右臂轰然一震 一道伤口骤然出现 其内流出大量的鲜血 这些鲜血顿时就被火雀族老祖卷走 化作一个血球拿在手中 一闻之后 眼中喜色更浓 略有犹豫 吞入口中 鲜血入腹 立刻就化作了一股极为强悍的火焰 在这火雀族老祖体内爆发 隐隐地在这老祖身后 赫然就出现了一片虚幻之木 但见那虚幻当中 一条全身散发火焰的火鸟 展翅唱鸣 在其身前 还有一尊略小的猪雀 这猪雀样子模糊 似重伤未遇 神采暗淡 此刻与那火鸟纠缠 很快就被那火鸟 一口吞噬如蹄 在吞噬之后 那火鸟全身的火焰 轰然浓郁起来 竟隐隐地形态有了变化 与猪雀越来越像了起来 好 果然是猪雀 那火雀族老祖墓中露出狂喜 长笑当中右手骤然抬起 直接就落在了刘金标的头顶 这火雀族老祖修为通天 能修炼到如此程度 心智自然是极高 更是多疑不定 几次三番检测之后 尽管已经有所确定 但仍旧还是施展了搜魂之术 一目目击已在其心神浮现 片刻后 这火雀族老者神色露出满意 尽管还是有些疑惑 但眼前此人是六代猪雀 却是绝不会错 大秀一甩 这火雀族老者卷着刘金标 越过了火雀族族人 虚空一晃 笑视无影 却是以大神通之术 积极地赶回火雀族总部而去 在这火雀族老祖离去的同时 大地心上 王林盘西坐在那老猪雀 吊龙的湖泊旁 双目骤然睁开 露出一丝金光 这刘金标的骗倒之术 果然高明 连这火雀族老祖都被骗过 没有找出任何破绽 眼下详细地准备一番 只等刘金标被带入那火雀族圣地了 王林目光闪烁 双手骤然掐绝化作一片印记 弥漫在身体四周 静置越来越多 许久之后 在王林身体外就形成了一座阵法 这阵法拥有传颂之效 一旦开启 就可通过特殊的方式 使得王林穿梭而走 老祖 晚辈在这滇落之地还有一蒲从 此人名为钟大红 还望老祖代为照顾 黄昏之时 王林睁开双眼平静地开口 在他身前 那老猪却坐在湖边 手里拿着吊杆 身旁还放着一壶酒 闻言回头看了王林一眼 目中露出慈祥 都准备好了 王林点了点头 还有几样法宝需要祭典一下 就等那边开启了 那老猪却放下吊杆 拿起旁边的酒壶 喝了一口沉声道 阎龙的操控之法 老夫已经给你了 咽下你就要离去 此去危机重重 不知下次相见为何日 你还有什么要求 可以说出来 王林沉默 望着老猪却 他与对方尽管只有数日的交错 但是老猪却无私地帮助于那护短的行径 却是给了王林少见的温暖 眼下将要离别 却是心中隐隐有了伤感 老猪却看到王林沉默的样子 眼中慈祥更浓小的 以后若有机会 我们祖孙二人还有相见之 可不要如小孩子一样不舍 老夫下一次看见你时 希望你可以再让我震惊一下 王林看着老猪却深吸口气点了点头 沉声道 老祖 晚辈想要那赛场之上 古魂镜的修炼办法 你要那古魂镜 老猪却略以沉吟缓缓开口道 那古魂镜是一代老祖当年抢来的 就算是老夫也没有修炼的方法 罢了 我把这禁制送你防身 你有时间自行钻研一下 或许以你的悟性 能够有所获得也说不定呢 这老猪却说着右手 抬起向着天空一抓 远远的大地轰鸣 却见天地轰然色变 风云倒卷之下 整个天空一下子就有了幽光闪烁 渐渐的 一个巨大的龟兽出现在了半空之中 那龟兽目光冷漠 低下头望向老猪却 老猪却右手掐绝向其一指 那巨龟幽光再次积极闪烁 万丈之中 其身子突然缩小 越是缩小呢 幽光就越刺目 瞬息间 这庞大的巨龟就化作了 八掌大小的一片龟甲 幽光如月 笼罩了天地 一挥之下 老猪却就把这龟甲送向王林 王林结果看了一眼之后 收起向着老猪却抱拳正要开口 却被那老猪却打断 哎 莫要道谢 自家长辈给晚辈点东西 还要晚辈道谢不成 你若心存感激 倒不如帮老夫一个忙 老猪却神色略有严肃 干咳一声说道 老猪请说 只要是晚辈能做到 必定去做 王林话语不高 但却斩钉截铁 老猪却面色一红 放下吊杆后 搓了搓手 低声道 你猪却四次觉醒 早就可以送出猪却印记给族人 老夫希望你在选择期待猪却时 这个 王林望着老猪却静等对方说完 这个 要挑好人选 可不能选择那些不检点之人 你明白 老猪却眨了眨眼 王林眉头一皱 没有太听懂 沉吟少许之后点头说道 老祖放心 晚辈在期待猪却人选上 定会谨慎斟酌 绝不会让三代猪却之事重现 哎 老夫不是这个意思 老猪却再次搓了搓手咬牙道 老夫的意思啊 是你选择的七代猪却 不能是风流之辈 哎呀 你怎么就不明白呢 你不是屋顶挺高的吗 王林愣了一下 神色露出疑惑点头道 好 万辈绝不会曲弦 风流之辈作为七代猪却 毕竟 如是太过贪恋美色 于修道没有好处 老猪却眼中一瞪 低声喝道 不是不能太过贪恋美色 而是不能贪恋半点 不能去碰啊 哎呀 你的悟性都到哪儿去了 非要老夫说明白 老夫要的是定力过人 你最好从娃娃当中选择七代猪却 省得长大之后原神之阳被迫 修不了老夫的功法呀 就这样 你从娃娃当中选一个 然后下次见面 给老夫送来 切记啊 一定要原神之阳没被迫 不是我说你们 你看看你 小小年纪还没老夫定力高 要知道老夫这无数年来 原神之阳可是半点没有消散 真搞不明白你们这些小辈 双修之术有什么好的 老夫从未与人双修过 每天精力旺盛 哈 别提多快活了 王林呆在那里 睁睁地望着老猪却 半想说不出话来 苦笑中点了点头 老猪却内心松了口大气 把全部希望寄托在王林身上 看到王林点头后 老猪却干咳一声说道 老夫的神通 唯有圆阳保存完好之恩 才可发挥最大威力 可不是有什么特殊的癖好啊 这样老夫也不让你白白帮忙 我穿你一式神通 这神通是我朱雀义族最强散鼠之一 穿自那远古先尊 你尽管原阳被迫 但应可略作修行 此书威力太大会燃烧寿源 请以不要使用 可作保命之术 小说 仙逆第1427章 明智 切记 不得万不得已 莫要施展此术 老猪却身色极为严肃 话语说完的深吸口气 右手在身前打出一组颇为古怪的印诀 随着印诀的出现 老猪却眉心之中 顿有虚火之火 成片弥漫 融入印诀之中 使得那印记瞬息间火光闪烁 相互组合之下 赫然就形成了一把 仗许长短的火骨 说它是骨 或许并不恰当 此骨如棍 彼之无趣 在这火骨出现的刹那 老猪却眼中露出凝重之色 双手再次掐绝一挥之下 又是一组印诀虚幻而出 化作一条条细线 这些细线并未环绕火骨 而是笔直的链接在火骨的顶部 向外延伸出来 远远看去 这由老猪却神通所化之物 颇为古怪 若是在上面铺盏一些油纸 几乎就与凡间雨天所用的雨伞 极为相似了 王林目不转睛 他看到老猪却打出了两组印诀 各自不同 第一组共有999个印记 瞬息间组成 至于第二组则是远远超过千者 内一瞬息打出的印记 恰是9999 天地中没有引动 半丝原力的波动 风云也没有倒卷 四周已然安静无比 就连那湖面的波纹 也如常一般不起连衣 似乎一切都没有任何变化 打完两组印记 老猪却神色更为凝重 他深吸口气 目露奇异之光 双手猛的一挥 却是左右两手同时掐绝 但见光芒 刹那间就万丈而起 直接就穿透了这湖泊四周 向着八方蔓延 转眼无尽 老猪却双手掐绝之速 越来越快 没有丝毫停顿 便有一个个印记 在其手中幻化而出 百个千个万个十万个 乱绝剑欲迷人眼 老猪却的双手之快 已然肉眼查看不清 就算是神识探查 也会被一股奇异之力阻挡在外 老猪却仰天一声低吼 双手之中的印诀 已然超过了百万 那百万印记同时出现 卷动天地化作一股风暴 这风暴轰轰而去直奔火骨 刹那间 风暴就与那火骨融合 将其卷入风暴内冲向天空 亡灵倒吸了口气 猛着抬头看去 其双眼瞳孔 骤然就是一缩 却见天空之中的风暴卷动之下 仿若一把并未张开的大伞 阵阵虚幻火焰 环绕在外 形成无数火龙咆哮 整个天空一眼望去 如同被火龙占据 这一条条火龙在那风暴外 弥漫怒吼连连 这一幕整个大地心所在位置 都可清晰的看到 坟界骨散 老猪却一声低吼 天地轰然一阵 那风暴顿时就停止了旋转 静静地飘在半空 一动不动 一股说不出的威压 缓缓地从天而降 大地上 一处处直被弯腰 米出大量的水雾 湖泊中 鱼儿急速游走 那湖水似沸腾起来 爆发出一片片气泡 地面更是有一道道裂缝 骤然间细密的出现 仿若均裂 一切看到这一幕的修饰 体内的血液轰然有了 被燃烧干枯的几下 星空中 弥漫了无尽扭曲 似乎在这静止的风暴下 隐隐承受不住 那牛曲不断蔓延 转眼之中 就几乎弥漫了 小半个颠落之地 凡是被笼罩的星球 均都如大汉万年一般 出现了一幕幕 毁灭前的征兆 老猪却呼吸略有急促 显然这一世神通 对他来说 施展也是负荷极大 第一组 九百九十九个印诀 第二组九千九百九十九个印诀 至于第三与第四组 却是分别都是九十九万至极之数 在九系中需要将这些全部打出 每一个印记中都蕴含了自身原神之阳 更是有全神修为之力 再配合特殊的口诀 方可凝聚出 我朱雀一族最强之术 坟戒骨散 这里面但凡有一个印诀出错 都会引起不可想象的凡事 就算是老夫空选中期的修为 在这凡事下也将重伤 若是换了并非活修者 盗销都有可能 此书传自远古先尊 老夫曾听一代朱雀所言 当年在老祖家乡 先尊曾用此书 直接毁灭了一届万兆之人 故而称这为坟戒之术 此书在远古先尊手中 也算是极为强大的神通 老夫不知晓此书 是否还在倒数的范畴之内 但听一代老祖曾说 坟戒骨散 散开九次 四次灭世 当年远古先尊毁灭一戒 开散八次 第九次就算是先尊 也不敢去开 一代老祖秀为通天 依然达到了空节初期 也只能开散五次 至于老夫 因数万年元神之阳 从未被迫 以本神之阳推动 却是可以在空旋中期时 开散两次 此书本不该传逸 只因此书危险太大 稍有不慎便会引来大祸 一代老祖更曾言此书并不完整 自当年先尊偷学而成 但你悟性惊人 可自行定夺 老朱雀的话语积极而出 亡灵紧紧地盯着天空 那如未开支伞般的静止风暴 心神被老朱雀的话语震撼 他本以为老朱雀所传之术 最多也就是倒数而已 咱们也没有想到 居然会是这种 无法想象威力的神通 散开八次 毁灭一界万兆之人 这 这还能算是神通吗 老朱雀呼吸更为急促 右手一挥 那天空静止的风暴 轰然一阵 却是隐隐有了消散的迹象 此书只能传递到这里 不能随意将其打开 一旦打开 会对这里造成极大的伤害 老朱雀咬破舌尖 喷出一口气 空旋中期秀为之血化作一片燃烧的滔天雪雾 卷向风暴 与其融合之后 使得那风暴渐渐散去 直至半炷香后 这风暴才最终消失在天地中 大地心的一切缓缓的恢复正常 星空的扭曲也慢慢的恢复了 这一幕尽管时间不长 但却让亡灵头皮发麻 更是眼漏金光 此书的强大尽管没有展开 但亡灵却是略有感受 心脏砰砰砰砰的加速跳动 直至天地彻底正常 那老朱雀这才松了口气 面色渐渐平缓下来 右手虚空一挥 顿时就有一枚玉剑出现直奔 王灵而去 这玉剑内就是所有阴绝 更是有开散之术 你速速记下没有半点差错之后 回去此剑 老朱雀说完 盘膝坐在一旁闭目打坐 吐拿起来 王灵接过遇见 盯着手中之物 墓中闪过方才老朱雀施展此书的一幕幕画面 王灵心动了 他这一生很少会因为某样宝物 某样法术去动心 且不寻常的心跳 而是怦然心动 他一生修炼静志 更是静志中的大师 对于别人来说 九息之内施展近两百万个硬诀 将是一个极为艰难的事情 事实上也的确如此 九息太短 可王灵在结单之时就已然因施展静志 必须要高负荷的快速打出硬诀 而且有些静志若想要布置或者破解 机会只有一刹那 在那瞬息间需要大量的静志印诀打出才有可能 故而 这对别人来说的第一道门槛 对于王灵尽管也有难度 但却并非绝对 真正让王灵震撼的 是老朱雀话语中透露出的内容 与这坟界鼓散的来源 死远古先尊 也就是远古先皇当年偷袭而成 此书并不完整 王灵深吸口气 眼中闪过骇然之色 这句话尽管有一个四字 存在着无尽的变数 可一旦为真 那所表达的含义实在是太过惊人了 此书到底是谁创造而出的 那远古先皇又是从哪里偷血而来的 若真如此 仅仅是偷血的不完整神通 就足以灭世 若此书完整 王灵沉默中抬起头 望着天空隐隐的 当年还是凡人之时 看着天空觉得自己极为渺小 我眼下的修为又算得了什么 这天到底有多大 这天外到底是什么 半想之后 王灵长长的呼出一口气 眼中露出一股绝脊之马 知晓得越多便越是渺小 但王灵并没有因此颓废 反而激发了其性格中的不甘 正如他之前对一代朱雀所说的那句话一样 我王灵也可以 我王灵为什么不可以 天地万物有人违反 有人违先 有人下之人 也有人上之人 天生万物物物不同 这世间本就存在极大的不公平 但同样也是极为的公平 既有人可以创造这种神通 既有人修炼到那种无法想象的地步 我王灵一样能行 天字我或许不高 但却无法成为阻止我脚步的办事 今日我去学着别人创出后背先皇偷学辗转留下的坟解神通 他日 我要让别人去学我王灵之术 王灵神色露出坚定 他没有长笑 没有呐喊 只有心中默默的低语 如同明智 或许 这就是他的明智 双目一闭 王灵整个心神融入手中玉剑之内 把其中无尽印诀深深地刻在了脑海当中 更留下了那开伞之印 玉剑在他手中 喷的一声化作一片碎灰 消散了 被风一吹 那飞灰向着天际飞去 自代表着王灵的明智越飞越远 明清小说 仙逆第1428章 疯狂的念头 火雀族老祖 胜为第三部大能 尽管只是空夜初起 但在这星空中 却是举手投足都可以惊天动地 施展顿术 更是缩地成寸带着刘金镖 直接就回到了火雀族的总部 火雀诸星 那老祖在星空扭曲之下一步迈出 眼中露出浓浓的狂喜 一晃之下 就直奔修真星深处 那被火焰环绕之地而去 起诉太快 转眼就来到了其常年闭关所在 这里 火焰之温极为可怕 半点火星就可以使得修饰肉身 坟灭而亡 但这火雀老祖却是没有任何的不适 抓着刘金镖迅速临近 刘金镖一路神色阴沉如水 冷冷地望着火雀老祖 看不出半点心思 他此刻已然完全地带入进去 忘记了自己的过去 把自己都骗过 认为他流氓便是六代猪雀 在经历了太久的权势之后 被火雀族偷袭所勤 但即便如此 他身为六代猪雀 自有其尊高之处 即便生死危机 也绝不会开口求饶 那火雀族老祖闭关之处 有一扇模糊的门 此门通体虚幻 隐藏在火海当中 寻常之人 根本就无法踏入半步 再加上老祖亲自把手 可谓是森严 他这段日子虽说离去 但那火焰中的模糊之门 却是蕴含了极为强大的镜质 这镜质不是他布置下的 而是其主人留下的 那镜质的强大程度 就算是第三步 也无法短时间破开 来到门外 这火雀族老祖 压下心中的激动 扑通一声就跪在了门下 这一幕看得那刘金彪 双眼一凝 第三步大能火雀一族的老祖 竟然跪在了门下 主人 老奴勤来了六代猪鹊 特此献给主人 助主人伤势恢复 主人 刘金彪头皮一马 眼中露出震撼 他盯着那模糊的门 心中掀起滔天大了 第三步大能的主人 这 这 门内无声无息 那火雀族老祖跪在那里 等了许久 神色没有半点不耐 始终恭恭敬敬 他越是这样 刘金彪心中就越是震撼 隐隐地竟然有了 从骗道中苏醒的迹象 他是被吓醒的 六代猪鹊 半响之后 一个虚幻的声音 从那门内栩栩飘出 火雀族老祖身子一震 神色更为恭敬 眼中露出激动 连忙说道 老奴已经调查得清清楚楚 吞了此人血液 对其展开搜魂 绝不会错 此人就是那六代猪鹊 且老奴是在颠落之地 将此人擒来的 那声音似乎沉默下来 随着其沉默 一股无形的威压渐渐笼罩 使得刘金彪身子颤抖 眼中的高傲早就消散 却而代之的是无尽的恐惧 他彻底的被吓醒了 玩大了 这次玩大了 刘金彪口干舌燥 眼中露出惊恐 内心疯狂的呐喊 以第三步大能为弩 这到底是什么人 他往里安排我进来 说是能救我出去 但就算是他来 怕是也会身亡啊 许久的寂静之后啊 那虚幻的声音 再次从门内 徐徐传出 把他送进来 刘金彪身子顿时颤抖 张口正要解释 但那火雀族老祖却是立刻抓着其身体 直奔模糊之门而去 这一切太快 刘金彪还没等出言解释 就立刻感觉全身轰然一震 却是被那火雀族老祖抓着 冲入了门内 此门上的静置 似乎被压制了下来 没有爆发 任由火雀族老祖进入 一进大门 展现在刘金彪眼前的是一幕 让他这一生都无法忘记的场面 这是一片星空 没有天没有地 只有一团巨大的火焰 那火焰占据了星空的七成 弥漫之下 传出轰轰燃烧巨下 在火焰外的星空 没有任何星痕 有的只是依照到如手臂粗细的支线 似从虚无那延伸 弥漫了整个星空 一眼看去如同猪网 那火焰就是在这猪网的正中心 那些猪网支线仿若一条条通道 有无数古包在其内蠕动 从四面八方直奔中心火焰而去 似被火焰吸收 火焰的颜色是七彩之色 没有黑白 那七彩火焰滔天燃烧 隐隐可见深处 盘膝坐着一个身影 这身影全身死穿着铠甲 身后更是有一条七彩猪雀闪烁 你退下吧 虚幻的声音在这过疑的星空内回答 更是有一团拳头大小的七彩火焰飞出 直奔火雀老祖 融入其眉心 这火雀族老祖身子一震 眼中露出狂喜 去打坐消化 那火雀族老祖功声称事 身子后退 消失在了这星空中 此刻 在这诡异的星空内 就只剩下了刘金彪与那火焰中的身影二人 刘金彪身子颤抖 他能感受到 对方所在的火焰中 有一股让他几乎窒息的威亚 这股威亚足以将他杀死千万次 你不是刘带朱雀 那虚幻的声音缓缓传来 落在刘金彪心神 让他心中咯噔一声 头皮发麻魂飞魄散 呼通一声 刘金彪跪在了地上 眼中露出浓浓的惊恐 不假思索的就立刻求饶道 大仙饶命 大仙饶命啊 小的刘金彪只是一个小小的修士 被歹人要挟 不得不来此 若是不来 就会送去性命 还请大仙开恩 小的愿意伺候大仙左右 小拳马之劳 不过在你的身上 倒也有本尊感兴趣之物 那虚幻的声音打断了刘金彪的话语 顿时刘金彪四周存在的那些无数通道般的支线细丝 立刻就有一些骤然抬起 直接就卷在了刘金彪身上 更是破开其肉身钻入体内 一息之下 刘金彪立刻就惨叫起来 其肉身以肉眼可见的速度迅速枯萎 大量的血液被迅速抽出 化作那些支线上的一个个古包 直奔火焰而去 除了其血液之外 更有其生机也在这一息之下急速的消散 危机之中 刘金彪挣扎的奸笑一声 喷出一口精气 这一口精气刚一喷出 顿时就有滔天剑气轰然而出 却是那徐利国幻化成了一把大剑 出现之后 并未刺向火焰虚影 而是轰然间旋转 化作了一道剑之风暴 主人 通道已经打开 那徐利国此刻也是魂飞魄散一般 吓得心神俱阵 出现之后立刻就内心咆哮起来 都是那傻心害的 他以为这圣地有火之本源 却没想到这里他奶奶的有个活人啊 而且还是以第三部大能为奴的活人 有意思 那虚幻的声音似带着微笑缓缓回答 天鹿之地 大地兴赏 亡灵闭目盘膝坐在那传颂阵内 心神融入呼风唤雨界中 寻找到天印子之魂 融入其身心神以极快的速度不断的推演未来之事 在这一刹那 他突然双眼猛的睁开 其内暴虐之色一闪而过 火雀族圣地内有人疗伤此事 亡灵在没来大地兴之前的确不知晓 但是与一代朱雀交谈之后 他却是心中明白 其内定然有人 若那个时候他放弃了计划 让刘金彪等人回来 也不是不可 但亡灵却是心中涌现了一个疯狂的念头 一代老祖曾言 那疗伤之人很有可能就是三代孽雀 是一代老祖心中愤恨之人 若非是无法离开天方节 其必定杀入火雀族 亲手了结着孽雀 他尽管没有名言 但与亡灵交谈中却是告知 会帮助亡灵让其计划完善 可以潜入火雀族圣地 更是送给了他一片 雀雨至宝 这一切的一切 无不说明了问题 更重要的是 那三代孽雀在太古星辰 另有身份 这个身份 亡灵也曾猜过 实际上他心中已经有了七成的答案 甚至可以说这答案已然是九成 七成就足以让他决定做一件惊天动地的大事 更何况九成呢 做完这件事 他将离开太古 回到封界 被一代朱雀打伤 又在家内被神秘修饰以吼之力重创 不得不选择闭关疗伤 数万年没有露面 但却暗中操控太古 释然了一幕幕阴谋诡计 其女入界内 因有清零 毁灭封界之尊四大仙界香火之力 联合诸人毁封界之尊肉身崩溃 险些死亡 凡是被其看中的界内之人 都要不择手段地引用 如丝麻木 清零 甚至若我没有猜错 就算是当年的清水之风 也与此人有莫大的关联 更恶毒的 欲要重刀 这一切都是他的手臂 咽下的重伤闭关 我岂能放弃这个机会 王林眼中露出疯狂之责 他现在要做的事情 本就是疯狂之事 阵法光芒突然急急地闪烁 转眼就有轰轰之声 惊天而起 那阵法更是急速地旋转 形成了一股漩涡 轰的一声巨响 消散在了大地心上 王林身影 虽之无踪 老朱雀坐在湖边 睁开双眼 默默地望着 王林消失之处 许久之后轻声道 一代朱雀 你始终觉得 他不是我朱雀一族之人 即便是他通过了试炼 但是弟子相信 他是的 我没有听从您的吩咐 善自传授了他朱雀最强之术 因为这本就是他应该在试炼结束之后获得的 火雀族 火雀族圣地内 刘金彪被无数支线缠绕 凄厉的声音回荡 那徐利国更是吓破了心神 积极召唤王林 那七才火焰内的身影没有阻止徐利国的行动 而是说出了三个字 有意思 就在其这三个字出口的刹那 徐利国所画的剑之风暴内 轰鸣惊天而起 仿若有一股力量从虚无内浩荡而来 接着徐利国所在之处为定位 从茫茫的星海内找到了其所在之处 生生地将那风暴撕开 风暴轰鸣之下 其内深处仿若有两只无形大手从虚无穿透 如撕开铁板一般 向着两旁狠狠地一扯 轰隆隆的声响 骤然就回荡天地 却见那风暴从中间一分为二 崩溃开来 在那崩溃当中 一道巨大的裂缝出现在了此地天空 裂缝雷光闪烁 更是由火焰滔天 王林的身影从其内一步走出 一头白发 一身白衣 王林双目隐藏了残虐之色 走出的瞬间一眼向着那七彩火焰那盘袭的身影看去 长孙 那七彩火焰熊熊燃烧其内身影四 睁开双眼露出两道沧桑的目光落在了王林的身上 我记得 我记得 你叫王林 模糊的声音在这天地起伏不断 正是 王林不再隐瞒身份 神色更为暴虐 开口之时 其右手一挥 顿时就有雷徒与酒色火焰 幻化而出直奔 徐利国 一卷之下 徐利国顿时就回到了王林的处空间内 那雷徒轰鸣之下带着九色火焰 更是临近了刘金彪 弥漫之中化作一只闪烁雷霆与火焰的大手 抓住刘金彪猛的一转 却是把刘金彪从那无数触手内挣脱 送入储物空间 他这番行为那七彩火焰内的虚影没有阻止 很好 本尊在你身上看到了青林青水 还有那司马墨的感觉 你明知本尊在这里还敢来此 想必是那一代老朱雀给了你胆量 亦或者你觉得本尊重伤之下 这些年来始终没有恢复 让你起了窥似之心 正是 王林眼中杀鸡一闪 暴虑之色更浓 整个人向前一步迈出 直奔其七彩火焰而去 其左幕九色火焰暴增 轰然就直接从墓内闪烁而出 化作一片九色虚幻之火 形成一股风暴 直接轰击 右幕雷光一闪 雷图再现 九色伴随之雷环绕 化作九条太古雷龙 更是在那雷图内隐隐出现一道裂缝 这裂缝通往太古雷界 左手掐绝前行中一指天地 却是此界内顿时就有草木之香骤然弥漫 星空中幻化出无数森林 轰然间那万古木林凭空坐起 低吼下 扑向七彩火焰 更是有血光滔天 化作呼啸 随着王林一指 血剑极速冲去 甚至在王林的双手掐绝下 其全身修为轰然爆发弥漫四周 形成一股冲击轰轰临近 这一切都是电光火事件发生的 快得不可思议 转眼之下 王林就展开了几乎全部的神通法宝 向着那七彩火焰展开了攻击 那七彩火焰内的身影长小 其笑声透出苍凉 你判断的没错 本尊的确伤重未愈 但你送来了天意 却是让给了本尊全愈的希望 那身影抬起右手 其右手看不清楚 但却可以模糊地看到 其上有铠甲 本尊修道至今太多人恨我入骨 但最终却没有人可以亡我 你虽优秀 但还没有资格 本尊只出遗数 那七彩火焰内的身影 右手抬起中 向着天空一抓 天地此界 可堪称一景 此言一出 整个星空轰然一震 下方出现了波纹涟漪 一股水气弥漫 却使着星空转眼之中 就被一股无法行入的力量扩散 化作了水面 若从至高之处向下看去 可以清晰地看到 这水面赫然就是一口井 井中有万物 你知一切神通一切法宝 即便是你的身体 也在这井内存在 成为水面的星空 在阵阵波纹下平静下来 在其平静的瞬间 却是将其上方的一切存在 均都倒映而出 那水面映出了亡灵的火焰风暴 映出了他的不灭雷土 映出了万古墓灵 更是有那在正中间 身影夺目的亡灵之身 这鬼异的一幕若是有外人看到 定然会心神震撼 那水面倒映出了一切 唯独没有七彩火焰 乍一看 几乎分不清到底水上是真 还是水下为实 更是在这一刹那 王灵的身子顿时就停滞在了半空 不仅是他的身子停顿了 就连那所有的法宝也全部都停顿下来 仿若其魂被那水面射去 王灵清晰地感受到 那星空化作的水面内存在的身影 仿若就是自己 那是一种很玄妙的感觉 但却极为真实 本尊这一世神通 便是井中捞月 井中本无月 即便是出现了也是倒映天空之月 但在那七彩火焰那身影的话语中 却是变成了一股惊天动地的 大神通之术 井中捞月 在这话语出口的刹那 七彩火焰内的身影 其右手放下 隔空向着下方的水面随意地一捞 那水面顿时就有波文回答 但见其那倒映的王灵身影 赫然就在那一臂一捞之下 凭空地被捞起 捞起的不是水 而是一个正在挣扎的王灵 只不过这个王灵其双眼内充满了暴虐之色 王灵心神一宁 老夫看那井中的月色很美 也想要拥有一个 现在我拥有了 那七彩火焰内的身影 右手捞回中 被其抓住的那个王灵死死地握在其掌心之内 他就是你 七彩火焰轰然燃烧 向着四周弥漫露出了其内那模糊的身影 更是露出了其清晰的相貌 一个面色苍白淡目中平静如水的中年男子 这男子很是英俊 更是有先锋道骨 他没有去看王灵 而是平静地望着被右手虚空锁抓 井中王灵 你看 杀你其实很容易 这中年男子身上穿着一套灰色的铠甲 这铠甲样子极为古怪 好似长在了其身上一样 与肉身不分彼此 井中捞月 捞出的是魂 看来 你真的受伤很重 王灵缓缓开口 其话语说出的瞬间 他身色没有之前半点抱女儿 是一片平静 那正抓着从水面捞起的王灵的中年男子 却是眼中立刻就有一盲一闪 在他这井中捞月之术下 一切被倒影之人将会失去全部肉身之力 绝不可能开口说话 但王灵的话语却是清晰的传入其耳中 就在王灵话语说出的同时 他身子向前一步迈去 右手抬起 翻手一挥 却是一片朱雀之雨 骤然就出现在了其手中 这一挥之下 那羽毛立刻就散发出惊天火焰 这火焰横扫 直接就笼罩了此界天空 一眼看去天空成为了火海 轰轰之声疯狂的回荡起来 使得这天空的火海 骤然如愤怒一般 剧烈的燃烧 那中年男子右手狠狠的一捏 被其抓着的王灵 顿时发出凄厉的惨叫 却是全身轰然崩溃 彻底死亡 王灵身子一颤 面色顿时苍白 但其身子却是没有半点停顿 右手抬起一只天空 按照一代老朱雀传出的口诀 低喝道 五六代朱雀 以泽流雀鱼 换我朱雀一族援灵 从那古老的太古界内 降临 天地轰鸣 在王灵话语出口的瞬间 那中年男子猛地站起身 目光一闪 冷漠之音传出 本尊的确小看了你 你居然在来此之前 就准备到了如此程度 以一缕魔魂代替本身 好 好 王灵欲语不发 他来此之前 与天运子之魂融合 展开了疯狂的推演 如当年与水稻子一战前般 他隐隐看到了一丝模糊的迹象 这模糊的迹象是一场生死危机 这危机与魂有关 王灵一生险阻 凭的就是机民与谨慎 他既然敢算起重伤的长尊 便自然要准备完全 甚至连退路 他都已经准备了很多 为了以防万一 他索性将那古魔魂抹去神智 将其与自身魂魄替换 让其成为他本尊之魂 那井中捞月之术极为霸道 威力更是惊天一般 但其所捞取的却是那古魔魂 而非亡灵之魂 以魔魂代替本魂 也唯有亡灵这古神才可以做到 若是换了别人 断然做不到这一点 就算是修为高处亡灵 在这井中捞月神通下 也要崩溃 而且会被人察觉 但是古魔古神本是同源 如此一来就可完美替换 另外也是那掌尊重伤 魏玉更是小看了王林 否则的话 王林也不会成功 但即便是失败 王林已然想好了退路 断然不会鲁莽的就来到这里 听小说 仙逆 第1430章 散开灭世 此刻抓着这王林创造出的机会 在那七才火焰内男子法术失败的瞬间 王林毫不犹豫呢 拿出了一代朱雀所赐 杀三代孽雀的至宝雀鱼 漫天火海当中 在王林那换朱雀圆灵话语出现的刹那 天空的火焰沸腾爆发而起 滚滚火海急速云涌 更是在其正中间 也就是王林的上空 出现了一个巨大的漩涡 这火焰漩涡刚一出现 就仿若化作了黑洞一般 似开启了通往一个神秘世界的大门 在那漩涡黑洞出现的瞬间 一声朱雀之音 轰然间就从其内咆哮而出 这朱雀之音惊天一般 在出现的刹那 王林立刻就有一阵心惊肉跳之感 其身体外四次觉醒的朱雀 更是幻化而出 眼中露出敬畏之色 似乎王林的本命朱雀 对于这声音 存在了一股本能的恐惧 那七彩火焰内的中年男子 其身后的七彩朱雀 仰天发出丝鸣 其眼中赫然同样露出恐惧 竟然不敢升空飞起 这一幕太过突然 那中年男子眼中瞳孔收缩 老家伙竟然把此物送你来杀我 在那惊天的朱雀之音中 天空火海漩涡内 一股极为可怕的威亚轰然宣泄 降临在了天地之中 那威亚散出 使得此地温度骤然攀升 仿若成为了炎界一般 更是在这威亚之下 天目火海内出现了一幕 让王林此生无法忘记的骇然画面 一个巨大的朱雀会 从那漩涡内轰轰地降临下来 仅仅是一个会就占据了大半个天空 威亚更是在这一刹那 再次无数倍的暴增起来 朱雀元岭 那一根羽毛是一代朱雀质宝 它也只有这一根而已 此物召唤出的 是那存在于一代朱雀家乡 真正的一尊朱雀 这不是朱雀以族修士所修本命朱雀 而是活生生的 那朱雀会轰然中 从漩涡内沉下 引动了天目所有火海 在其降临中 天空的火海呈凹形 那最下方的 就是这巨大的朱雀会 此日其下沉火焰涌动 其速更是快得无法想象 下沉之中直奔七彩火焰内的 中年男子狠狠地灼去 更是在这一过程中 整个天空化作那朱雀元岭 巨大的头颅 这朱雀神采惊人 其双目更是露出疯狂的怒火 那神色汪灵一眼看去 顿时就认出 竟然与一代老朱雀极为相似 天地轰鸣不断 那占据了天地的巨大朱雀会 以极快的速度转眼 就降临在了七彩火焰百丈之内 这一幕 堪比古神一指 但其声势却是超出太多 若去比喻 唯有那八星以上成年古神 亲自施展神通 方可对抗 七彩火焰内 那中年男子发出怒吼咆哮 双手一挥顿时身体外的七彩火焰 轰然冲天而起 赫然就同样的化作了一条朱雀 直奔来临的朱雀会而去 轰轰之声惊天动地 那七彩朱雀刚一碰到占据天地 如天塌一般降临的朱雀会 便发出凄厉的惨叫 轰然崩溃 那中年男子喷出一口鲜血 神色猙獰中 双手恰觉猛的一甩 口中滴喝 滴 水 火 风 激化于震动八方 地字一出 其脚下立刻就出现了一片无边大地 水字一起 大地之上骤起滔滔之海 火自出口 那海水燃烧 其上弥漫了七彩火焰 熊熊冲天 最后一个风字传出 却是狂风咆哮 在那火焰上横扫 四大皆空 中年男子神色猙獰 双手向前猛的一推 却是那风起云涌直奔朱雀会 在那风之后火焰熊熊再奔朱雀会 还有那火后海水滔滔 紧随火焰 最终则是那大地穿透了中年男子的身体 向着上空如同补天之石 直接封去 这一幕幕落在亡灵眼中使得的心神震动 无论是那朱雀会 还是眼前这个中年男子 眼下发挥出的修为 绝非是水稻子 丝墨子一流可比 那可是一股极为强悍的修为 尤其是这四大皆空之术 若是与那朱雀会碰撞 其爆发出的冲击 足以将这火雀族圣地崩溃 就算是亡灵 怕是也无法存活 除非他可以展开同样的大神通之术 以此对抗 冲散那股 马上就要爆发出来的蔑视冲击 亦或者 他现在就选择借之前准备的后路 离开界外 回到界内 但眼下的机会 却是重伤亦或者杀死长尊的 最好良机 若错过想要再等这样的机会 却是几乎没有 亡灵一生 险中求生 岂能放过这等机会 他要在这界外 即毁灭了闪雷族之后 干出一件惊天动地 震惊整个太古的绝天大事 杀长尊 好狠的一代主角 亡灵眼中露出寒光 那一代朱雀存活了太久太久 其心机之身 亡灵自然无法相比 此刻虽说明误了其全部计划 但笔质还是差了一步 二代老祖突然传往那朱雀一族最强之术 显示看透了这些 以此帮我 亡灵不假思索 双手骤然抬起迅速掐绝 第一席 那中年男子 风铃雀慧 轰鸣在这天地内 轰隆隆的回荡 风崩 那朱雀慧一阵 火焰传出 无数轰隆巨响 一股冲击 向着四面八方浩荡而去 亡灵第一组 印诀直接打出 在其身前天地色变 一根巨大的火骨 凭空出现 第二席 七彩火焰汹汹而起 直接就与那朱雀慧 再次碰撞 天地轰轰 那朱雀慧猛的一颤 七彩火焰轰然崩溃 第二波冲击 横扫天地 亡灵第二组 印诀骤然而出 在其身前的巨大的火骨上 出现了散枝 第三席 第四席 瞬间而过 海水滔滔 拍向那降临的朱雀慧 轰然一声海水 化作无尽水 气向着四面八方倒卷 那朱雀慧前端崩溃 朱雀发出了一声利笑 张口喷出了一缕 其负重之气 这气息轰轰而去 直奔那最后的补天大地 轰鸣在这刹那间 以从未有过的剧烈之下 在这火雀族的圣地爆发出来 形成了绝天地之音 张尊的咆哮伴随其内 却见那朱雀慧轰的一声崩溃 在其崩溃的刹那 第三波冲击向着四周扩散 无数撕裂的裂缝 在这星空内是一一出现 一道道狂暴的气息 更是弥漫星空 这火雀族的圣地 在这一波波的冲击下 开始了崩溃 那被朱雀园林吐出的气息 落在了扑面而来的大地上 使得大地顿时就有 无数裂缝咔咔出现 眼看着大地就要随之瓦解 张尊喷出一口鲜血 化作红雾直接推动着大地 向着天空轰轰而去 那大地被红雾浸透 立刻不再瓦解 而是带着一股无法形容的气势 补天而去 轰鸣惊天动地 却见那弥漫了无数裂缝的 磅礴大地 直接就轰上了天空 把那天幕中的火海瞬息盖住 更是把朱雀园林出现的 巨大漩涡补上 星空颤抖 那一波波冲击横扫 星空撕裂 一切的一切都在瞬息间 疯狂的瓦解 掌尊喷出鲜血 面色更为苍白 他猛地转身 猙獰地盯着王林 脚步抬起 一步迈去 王林被这冲击入体 嘴角溢出鲜血 但双手却是速度更快 死死地挣扎 不断地打出一个个印诀 在他的四周 依然有了一百多万印诀 疯狂的出现 那来临的掌尊看到这一幕 面色顿时轰然大变 该死他 那老家伙竟然传你此数 他不假思索 脉步当中直奔王林 但就在其来临的瞬间 那被王林放出的万古墓铃 却是轰然出现在王林身前 向着来临的掌尊抱去 掌尊神色正宁 右手抬起向前狠狠的一挥 一股无尽之力浩荡 而起化作一个巨大的掌印 如同是太阳一般 直奔那万古墓铃落去 轰轰之声崛起 万古墓铃身子一颤 却是身体上顿时就被那掌印 穿透直奔王林 而此刻 第九夕来临 王林的右手打出了最后一道印记 其双手血肉模糊 打出这印记后 几乎无法移动 近两百万印记 在王林身体外 在全部完成的瞬间 立刻化作了一股火焰风暴 滔天而起 与那火骨散架融合 形成一张尚未张开巨大的 坟戒骨散 坟戒骨散 王林双眼通红 在那掌印来临的刹那 把这朱雀一族的最强之术 展示了出来 此书他尽管刚刚学会 但他本就是朱雀 更修行静置 练就了以极快速度 打出印记的神通 故而才可施展看来 只不过毕竟名物不多 此刻施展威力也就略有逊色 但这种大神通 即便是威力逊色了 也是足以惊天 一口鲜血喷出 王林清晰地感受到 体内生机疯狂地流逝 被那鼓散吸收 化作了一股撑散之力 散开灭世 王林仰天低吼 双手猛地一甩 对不起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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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